那这个云端的互动教室呢 功能还蛮多的 我先把它说明关掉 这个是云端的互动的白板 所以他一样会有刚刚那个功能表 那因为他是云端的 那他的功能就没有刚刚 电脑端的那么多的强大的功能 但是他是直接在云端上面可以做互动 好那除了这一页之外 我们再开另外一个东西 叫做仪表板 各位在你的画面的下面有看到一个仪表板吗 请你把仪表板打开 他会开另外一个页面 浏览器的另外一个页面 好 所以你会有两个页面 一个是 一个是你的教学的画面的页面 另外一个是 你的仪表板 就是你的主控端 仪表板 好那这两个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平常 教学的 画面 你在这里跟学生互动 那这个是你的后台 监控台 好 那有什么用 来请各位 这里 就是你这个 这个跟要跟同学互动的 来请各位先 手机 麻烦各位扫描一下 加入我的课堂 我跟各位说明那个 仪表板的用途 跟互动的方式 请各位先 扫描一下 加入我的课堂 那如果你没有手机的 没有那个扫描QR Code的功能的 你是用电脑的 那请你进到 我把链接贴到那个 贴到网站上 贴到那个讯息列 请你加入我 ODCHO 公开课堂这边点一下会出现你的QR Code 请各位用你的手机平板扫一下进入我的课堂 那已经进入课堂的 你会在这个地方 会看到已经进来的人 目前有三位老师进来 还没有扫的请你扫一下 等一下蛮神奇的 我也来扫一下 那他会建议你 如果你是手机 的话他会建议你摆横的 摆横的那个画面的画板才比较容易 容易出现跟 老师互动的部分 现在有六个人登录了 那我就用这六位老师来 来跟 跟各位做说明 好刚刚说呢 这个部分 是你的教学画面 那所以如果老师在上面写字 那你同学那边你的手机平板就会出现老师的画面 跟老师这边画面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呢你的同学 下面的这些画笔你没有办法去使用 因为 现在老师没有开放你权限 所以现在只有老师的画面你们可以看得到 那 老师的第2个画面呢 这个叫 监控的仪表板 好那各位 来注意看一下 蛮神奇的 现在你看到我这边印表板都是绿色对不对 那表示说 表示你们现在你的手机上面 大家都很 专心 都看到老师的画面 所以这时候如果有人飘走 好 比如说我自己练习 假设我现在飘到别的画面 好 我飘到别的画面 我去开别的画面 然后呢 你的颜色 你就会发现老师的那个监控台 他的颜色就会变不一样 就变不一样 那你如果发现那个监控台的颜色不一样 就表示这个人他的画面飘走了 他 跑到别的地方去了 好 然后呢 如果你切回来 如果你又切回来了 重新回到课堂了 那他的颜色就又会正常 变成绿色 他又回来了 所以如果你发现这个地方颜色不一样 表示那个人飘走了 不专心 比如说现在 那个钟慧老师 他就可能在看别的画面 他变成橘色 那 你们其他的人都在我的画面上的就是绿色 所以这样就可以很简单的看到 学生是否专心 学生是否专心 所以用颜色可以看到学生是否专心 然后呢 如果 如果你的名字没有在这边 这边是表示说 他的网络品质很好 如果你的品质 如果你的名字出现在这边 表示那一个人的网络品质不好 那你就可以提醒他是不是走到那个 收讯比较好的地方 好 那如果你在这边你有看到上面会有一支笔 还有另外一个按钮 如果老师单独点你的笔 比如说 中慧老师 晚真老师 惠齿老师 我如果单独点你们的笔 你们就会发现 你现在有权限了 你现在有权限了 你可以在上面写字 所以老师 我有给你权限的老师 你可以试试看 在你的白板上面写字 好 就可以跟老师互动 跟大家互动 如果我在 权限这边 我把老师的权限拿掉了 比如说 慈恩老师 中慧老师 我把你的权限拿掉了 现在只有晚真老师可以写 所以现在能动的应该只有晚真老师 其他人应该都动不了 其他人就动不了 所以这个老师可以控制所有人的 书写跟 讲话的权限 所以你也可以在这边互动 比如说 我把晚真老师的那个麦克风跟镜头可以打开 当然他自己也要开 自己也要开才可以 所以这个是控制那个书写的权限跟 互动的权限 讲话的权限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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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